《月里中国》 《月里中国》 这个音乐会 就是展示 国内外著名作曲家的新作 在服装上 我们有fashion shows 要去巴黎 要去意大利 那么在大型中乐的 最新的创作手法 要在哪里看呢 就来香港艺术街 我们也跟往年一样 邀请了三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 来展示他们的新的作品 刘欣先生 他的第一部的中软协作曲《云南回忆》 在1987年 在北京世界首演 改写了中原的历史 填补了中软发展的一个空白 当然今年首演 他的第二中软协作曲 也是很多人所希望能够听到第二中软协作曲和第一中软协作曲有什么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第二中软协作曲 是在刘欣先生的力见下 请非常年轻有为的新加坡籍的青年中软演奏家陈淑宇小姐来担任的读奏 所以是非常期待 而麦伟筑先生是香港演艺学院的教授 是著名的作曲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吉他演奏家 所以我们这次也要求他自己亲自来演奏他自己这一部作品 那么就是吉他与中音乐的大型协作曲叫做《青天心碑》 第三部作品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了中央演学院作曲教授唐建平先生的《成绩思汗》情唱剧 当时非常的震撼 而且能够邀请到世界著名的男低音龚东靖先生来演唱 每一年的《乐日中国》都是会请作曲家下来与我们的观众来分享他们创作上的一些感想 今年当然也不以外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刘欣先生党作曲家来香港 来给我们在新议会的时候 给观众来分享他们创作的一些理念 喜爱大型中乐的爱好者的一个盛会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票难求 在新议会的时候 都得要更高的事情 就要完成了 我们下一个期待 你们明镜需要我们的演奏 我们下一个期待 这种事先真的和大家感觉 没什么回头 你们下一个期待 你们下一个期待 就要有什么帅 大家可以担滿